只是开宗立派的话诸事繁多 与他的性子完全不符 顿时连连摇头 屈红颜自然知道他的心性 笑道 又不要让你开宗立派 我的想法是联合一些宗门 组成结盟 就像是商门一样 到时候以飞扬为首 号令天下 李云霄道 只是结盟的话 此事的确可行 号令天下一说不可取 却不知结盟从何开始 屈红颜沉吟了起来 一手拖着下巴在山巅上漫步 云海折射着光芒 将两人映照其内如诗如画 李云霄也开始细思各种可能 屈红颜沉道 整个天下还是以两大圣地为首 七大宗门为根基的格局 两大圣地是不可能与我们结盟了 而七大宗门当中天领龙家的家主 是你的老乡好 是最容易拉过来的一股势力 李云霄脸孔一红 有些不自在起来 想起飞尼和当年的情谊 也不知他现在如何了 屈红颜看着他冷冷的一笑 立即将他从回忆当中惊醒过来 屈红颜看着他那滑稽的样子 忍不住痴痴一笑 为了避免他尴尬 当做什么都没发生 不动声色地继续说道 红颜成虽然在维青的掌控下 但宁可维和宁可云 却在我们这边 有机会夺取回来 而且现在维青与公阳正旗之争 怕也无暇分心 若是我们全力相助 宁可维妇女的话 胜算极大 李云霄想起了罗青云 自己与他也算是有所交情 更是答应了与他公平一战 成全他的武道之心 可是许久未见 也不知道其现在如何了 屈红颜继续说道 西域的两大派 弑魂宗气数已尽 万兴谷必然会大举吞并 整个西域的势力都要重新洗牌了 天星子此人 我们可以接触一下 李云霄道 现在圣域自顾不暇 对天下宗门的掌控力度 降到了极点 的确是我们拉拢各方势力的好机会 红月城与万兴谷 我都可以走一趟 甚至南域 也许该回去一次了 他突然想起了南域来 虽是鸟不拉屎的地方 但下方却封印了魔主 让他觉得并不简单 将整个南域也整合起来 并不需要花费多少时间 飞扬能亲自去红月城与万兴谷 那是最好不过 可是南域 屈红颜哑然失笑 显然是没有那么必要 但还是说道 你觉得妥当的话便去吧 李云霄眼里闪过追思 当年从聚天宗的传颂镇离开后 便再也没有回去了 不知道大家是否可好 李云霄正色道 东西南三域虽然弱 但地缘辽阔 不在北域之下 如果能尽数结盟起来 那么整个天舞界 我们就占据了四分之三 足以令天下忌惮 七大宗门内的刀剑宗 也可以试探一二 至于北明玄公 我与他们积怨颇深 怕是难遂人怨了 屈红颜的眼中 惊芒闪动 似乎一副全新的天下格局图 在脑海中变得清晰起来 难难自语道 以神霄宫和龙家为基石 浮散到东西南三域 若是这格局能成气候 就完全可以取代两大圣地 成为天下第一的联盟 李云霄道 就怕两大圣地不会坐以待毙 毕竟一直以来 都是以他们为尊 号令天下 若是联盟出现 必然会引来打压 而且这个格局分布太广 很难彼此照应 屈红颜的 两大圣地 这些年来的所作所为 已经见尸人心 再难领袖群伦 至于照应之势 可以将传送通道 尽量打开扩建 增强彼此的联系 可以缓解不足 并且除了大陆势力外 还有那些海外宗门 以及伤盟也是不容忽视的存在 李云霄沉吟道 海外宗门我倒是了解一些 可以尝试着结盟 但可能性并不高 毕竟海外宗门除了天嵌崖外 主要力量都分成了天地双盟 天盟有意大陆纷争 却掌控在小红和地业手中 地盟尊者更是公养正旗 此人心机之身 手段之力也是当事佼佼者 伤盟现在如何了 李云霄问道 当初从海外回来 万一千得到了诸多海外力量的支持 足以抗衡丁山了 屈红言道 伤盟的确发生了巨变 万一千突然做大 与丁山大战数场皆是大胜 但是丁山似乎得到了某方力量的支持 现在与万一千形成南北对立的局势 各占半壁江山 某方力量 李云霄诧意道 能够支持他抗衡万一千 绝不会是小力量啊 他只分清楚万一千手中的力量有多强 虽然并不稳固 也不牢靠 但足以横扫两大圣地外的所有力量了 屈红言道 目前尚不能肯定 但多半是圣域了 现在圣域对天下的掌控力衰弱 加上围青和公央政袭都在改造杀戮兵器 需要大量的资源供给 丁山正好与他们沆瀣一气 李云霄道 丁山此人心机太沉 万一千坐拥强大的力量 且不能一举击溃他 怕是万一千的气数真的尽了 因为他手中的力量拖得越久就越涣散 需要的代价就越高 商盟的走向 我其实更看好丁山 但绝不能和丁山一虎谋皮 我们的力量也不能耗在商盟的内斗上 那便等他们分出了胜负 再去找万一千谈联盟之事吧 屈红言道 我也正有此意 现在万一千意气风发 怕是姿态太高 不容易结盟 即便与之结盟 也会要求我们参与商盟的内斗 现在星月斋和金钱帮 虽名义上臣服丁山 但实则还处在观望 我们可以先将金钱帮拉拢过来 在现在的商盟局势下 金钱帮一定会很乐意与我们结盟 李云霄道 即便是圣域和华神海内也并非全是敌人 在这个乱世上 但凡愿求自保的势力 我们都可以拉拢过来抱团取暖 若是格局能成 必然天下归心 到时足以灭妖风魔 他首先想到了袁高涵 肯定会与自己站在一道的 那么天赵子也极有可能会结盟过来 华神海当中不少长老也可以尝试拉拢 屈红言道 正是如此 我们是否要先前往天岭一趟 与那位美人商议此事 李云霄有些头皮发麻 不知两人见面的话会有什么结果发生 但还是硬着头皮说道 联盟既是以神霄宫和天岭龙家为根基 那自然是要会面一谈的 屈红言道 好 我这就去安排一下 现在就走 两个人都是利索之人 屈红言立即将诸多长老召集过来 简要谈了一下成立联盟之事 众长老皆是震惊 但也无人反对 毕竟现在两大圣地乱了 七大宗门也发生了巨变 神霄宫此刻出山 若是能找到其他强大的势力结盟 也算是一件好事 骆春柔惦记着那一块天欠令 不仅没有反对 反而第一个开口支持 让其余长老都是大跌眼镜 屈红言并没有现在将天欠令给他 而只是许了一个诺 这样才能将骆春柔 暂时控制得老老实实 骆春柔道 那些大派的联盟还得公主亲自出马 至于其他各种中小力量 就让诸位长老去办好了 屈红言道 春柔长老一直负责宫中诸事 打理得井井有条 本宫十分放心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就有劳诸位长老了 一日 屈红言便打开了通往龙家的传送阵 与李云霄一道 消失在神霄宫上 数个时辰后 天岭龙家的地界范围 两人从虚空当中走出 辨识了一下方向 就急飞而去 不过片刻时间 两人据事停了下来 有些诧异地望着下方 在天岭方圆数千里的范围 全是沼泽和山脉 还有一些荒地 本就是滋养妖兽的灵山大川 有些强大的妖兽活动 也极为正常 但此刻却是大量的妖兽潮 成百上千向天岭方向奔去 而且不断有新的妖兽加入进来 场面位为壮观 其中还不乏强大的九阶妖兽 这是怎么回事 屈红言恶然道 的确是有些奇怪 我们到前面去看看 不仅有走兽奔腾 还有大量的飞禽在空中翱翔 只是飞行高度不高 远在他们之下 两个人身影一闪 化作红光 如彩虹凌空而去 刹那间就顿了数百里 前方的景象更是令他们大吃一惊 那耸入云端的天岭 就在远处可见 而四周百里内 密密麻麻的全是妖兽 足有数十万只 仅仅是那场面就令人头皮发麻 更别提滔天的妖气 直接冲上云霄 李云霄惊道 妖兽围攻天岭 这 怎么会这样 屈红言也是花容失色 这种场面不管谁见了都会害怕 天岭的防御结界早已张开至极限 将所有妖兽拦在外面 但在不断的攻击下 结界空间不断的晃动 怕是难以久存 李云霄仔细望去 这些妖兽五花八门 还有许多不认识的也聚在其内 似乎有组织般的涌来 不少低阶的直接被踩踏而死 嗯 他突然愣了一下 瞳孔皱缩 在那妖兽群内 距离天岭十余里的地方 竟然有几名人类结阵 在与妖兽缠斗 竟然有几名人类结婚 竟然有几名人类结婚